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4月3日 星期六 這節跟大家想分析一下國情 看了一些網上的文章 說 習近平治下 的 中國大陸 解放軍 每一樣東西都希望是軍事擴張 到底其實解放軍 真的有多少實力呢 而解放軍 在習近平 的控制之下 又是不是真的有戰鬥力呢 這節嘗試分析 解放軍 有三個死傑根本無法解開 詳細說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這也是一個緊急的通知 因為我們的主頻道 就是被YouTube再次封閉戶口 我們最壞的打算就是主頻道就救不了了 但是也希望做最後的人事 希望大家嘗試激活他 繼續支持六部曲 在主頻道 其他 就是繼續在後備頻道做回支持六部曲 繼續建設性留言 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 的節目 繼續看廣告 繼續統擊五毛 希望 靠大家 平時可能是靠一對手 現在也是做多一次 主頻道 希望激活他 等一段時間看看能否救得回 還有後備頻道 希望把後備頻道 吹哭上去 希望大家可以多開幾個Google戶口 快點訂閱我們的後備頻道 亦希望 大家支持一下黃色媒體 因為我們每天都做很多的新聞 分析 緊貼著時事 連星期六天我們都做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付費支持 訂閱Patreon 我們是一個媒體 我們是一個媒體 雖然是一個網台 近日很多朋友關心我們 到底 那個 英國的問題 英國的問題就是跟香港 這個圈子的問題是沒有分別的 只不過 將香港的這個圈子的問題 人們就轉移到英國 也有很多朋友跟我們去生 說這個 圈子很麻煩 走到今天 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這個 抗爭者 這個名詞 開始被 一部分 的人 顛污了 隨著抗爭 示威過去了那麼久 到底 有多少 朋友是真是 真真正正的 抗爭者 其實有很多家長跟我們反映 他們覺得幫了某些人之後 根本那些根本也不是抗爭者 也就是動不動抹黑 但不禁要問大家是甚麼 時代革命是一件甚麼事呢 時代革命也說了很多事 時代革命是一次 重大的價值觀改變 我們看到很多 就是有義氣 負責任 也不會麻煩人 的年輕人就出來了 完全洗去了過去那個所謂社會運動的圈子 的各種漏雜 被這個時代革命的光 照耀了 隨著時間的過去 我們就留意到這個開始 惡習又再出來了 包括一大堆人互相指控 全部就是沒有任何證據 也沒有任何基礎 無端端 就會撲出來說人家收共產黨錢 這個圈子很明顯 香港 就是一個走向 重複2014年 雨傘運動 之後 失敗收場那個 那個狀況 不禁令人覺得 相當之心灰意冷 今天跟 黃色的朋友聊天 竟然問了一個問題 你覺得現在 還有很多人真的打算光復嗎 當然了 一個朋友不能夠反映 不能夠反映了代表全部人 但是反映了一種現象 就是令人覺得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 在做事呢 大家都開始很疑惑 這個就是一個相當之 不理想的情況 正如今節要分析國情 對方不見得非常之強大 每一樣東西都面對著很多弱點 為甚麼香港人那麼快又會重複 回應 14年犯的錯呢 不要說那麼多這個問題 跟大家分享了網上 對於習近平 以及解放軍的分析 有時做節目之餘 只能夠抽空 說兩句 近年話說 全世界就關注到底中共 的軍事實力 到底有多強勁 有不少的軍事專家認為中國大陸 就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換句話說對於這個解放軍的實力 有一個高的評價 也有大量的評價 解放軍其實是充滿著弱點 包括各種技術 硬件 甚至乎跟士兵的質素也有關係 甚至乎解放軍最大的問題根本就跟這個技術跟硬件也沒有關係 根本就跟制度有關係 在一個中國大陸 充滿貪腐的社會裏面 到底 解放軍能夠有多少真正的戰鬥力呢 也會 嘗試從政治的角度去分析 解放軍 的問題 大家都記得習近平上台基本上就是大力推行所謂 打貪腐 其實 一方面 可能真的是打貪腐 另一方面就是 藉著打貪腐的大旗 其實就是掃走了大量的 敵對的派系 然後就進行所謂解放軍的軍改 什麼是解放軍的軍改呢 其實就是 講了幾個目標出來 幾個目標正好就講了原來解放軍面對著重大的問題 什麼叫軍改呢 軍改就是 解放軍 能夠打仗 能夠打勝仗 大家有沒有見過一個改革 是 一件 一個事物 原本就是有那種功能 但是竟然需要改革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改革 例如改革消防員 要救火 要懂得救火 潛台詞是什麼呢 原來解放軍 是不能打仗 更加就是不能打勝仗 真真正正解放軍最大的敵人 就不是他的對手 而是解放軍內在的問題 中共的軍隊就是這個世界上最知名的一個貪腐的部隊 大家也記得 以前就是所謂江澤民時代 充滿著貪腐 雖然 不是說習近平打貪腐就一定是代表做了好事 但是 大家都會記得 那個年代 為什麼整個街都是LV 都是名店呢 錢從何來呢 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會忽然間去送禮呢 那些禮要送給誰呢 那些錢從哪裏變出來呢 那就是整個社會 整個官場充滿著貪腐 錢是別人的 不需要跟他節省 拿國家 利益出來輸送給外面的人 互相拿利益 當時的中央軍委副主席 徐才厚 還有郭伯雄 這些 大家都記得 全部都是已經下馬的人士了 這些完全是帶頭貪腐的 帶著整個解放軍 引領著整個解放軍 走向貪腐的路線 解放軍裏面就是有大量的軍費 被人挪用 不知道去了哪裏 甚至乎 解放軍還要賣裝備 所以才會跟印度衝突的時候 竟然裝甲車 就是石頭也可以打破你的裝甲 習近平治下足足八年 被捕了數百人 包括剛才所說的徐才厚 郭伯雄 也所謂消滅了 在解放軍裏面賣官 的機制 大家都記得 解放軍的軍階就是用錢買回來的 跟任何的力量 跟實際的戰鬥力一點關係都沒有 有一大堆人就因為家底豐厚 可能是貪官 可能是商人 一大堆是囂張 打貪腐的問題是甚麼呢 打貪腐的問題就是 到最終 消滅了買官的人 應該升哪些人 上去 才是信得過的呢 習近平的結果就好像管理香港的情況一樣 每一樣東西 包括選特首 都是要 親自去選 香港的情況其實就揭示了這個問題 每一樣東西要這個 國家主席 親自去選人 到底一個國家主席 可以管理多少個地方的政治呢 如果 國家主席選出來的人選 到最後 是沒有能力的 例如梁振英跟林鄭月娥 這個也很明顯 有哪一個去承擔這個錯誤呢 誰需要出來 谷公認錯呢 答案就是 錯了 繼續錯下去 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 明明選林鄭月娥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林鄭月娥就一手促成 把反送中運動變成 徹底的時代革命 到了最終就由一個貪腐升官機制 搖身一變 就變成一個 拆鞋升官機制 換句話說 制度依然是負難的 不過這次 就不是用金錢去衡量了 這次就是用拆鞋的力量 去衡量了 所以大家的 分析就是這樣 坊間也是這樣看 就是江澤民時代充滿著貪官 到了習近平年代 所謂沒有了 貪官 全部變成了拆鞋子上位 只要誰拍馬屁拍得夠響 就全部升官 結果這樣的改革 到底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這樣的改革 到底是會走向成功 還是會走向更差 其實 到最終所謂軍改就是 完全就是開刀車 變成用人為親 不同的軍頭 亦都因為利益衝突 其實那個職怨越來越深 亦都有很多人就因為 捱到這個所謂 習主席的路線 其實大家 看一看林鄭月娥就知道了 本來還在擔心自己的位不保 竟然 主席就跟你說繼續支持他 立即整個人就微飛色舞了 把所有全香港的建制派都不放在眼內 結果就是 跟林鄭政府一樣 本身已經是一個廢物 不只是林鄭月娥一個 整個林鄭政府全部都是廢物 廢物下面 選出來的一定就是 拆鞋子 拍馬屁的人來的 既然他自己也是靠 拍馬屁上位 一定就是用人為親 一個這樣的機制之下 有沒有可能將領 真的能夠有正常的戰鬥力呢 單是從制度分析就知道 軍隊 就沒有可能能夠打仗 早幾年網上還流傳著 這個 文章就說紅二代在大肆收錢 結果就形成了一個問題 新來加入的人根本就沒有錢 也買不到好官 上面就變成一班既得利益者 又有錢又有地位 形成制度惡性循環 最終解放軍就變成一個大而無當 的一個機制 以及團體 原來美國國防大學 這個叫做中國軍事研究中心的主任 曾經分析過 中共的軍隊 到底有沒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一流的軍隊呢 我們發現中共最大最大的障礙 解放軍 成為強 強國的軍隊 最大的障礙就是人為因素 根本那些將領就沒有一個合資格 沒有一個能夠 做一個稱職 的指揮官 大家想一下 那些將領會無端端 衝出來叫陣 充當戰狼外交官 這樣的 軍隊就是技術人員 大家都知道 技術人員絕不能夠假大空 對自己的士兵和武器了解 才是一個將領最需要 擁有的素質 竟然就變成一大群像王毅那樣的垃圾 出來說一些假大空的說話 以及拍馬屁 軍隊有甚麼可能會有戰鬥力呢 說了那麼久 原來只是和大家探討第一個死結 第二 第三個 原來也還沒說完 今節暫時先說 第一個死結 第二 第三個死結 翌日再說 今節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拜拜 拜拜